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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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最近出事了 门一直关着呢 出什么事了 你不知道啊 出了件特别邪门的事 他们家的小公子 鬼上身了 哪有什么鬼上身 人骗人罢了 走 整条街啊都传遍了 这陈志成啊五十多岁 就这么一个儿子 宝贝都不行 还好啊 这孩子天性纯良 但是也好 不像他老子 这不前段时间生一次重病 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家里人连棺材都准备好了 你猜怎么着 这孩子突然间好了 突然好了 对啊 这孩子晚上突然间就醒了 醒了就喊着要回家 说他家在十里外的吕家庄 叫吕松 而且啊 还把吕松家的亲戚朋友 都说了个遍 吕家庄 没错 而且这个吕松啊 已经死了快二十多年了 你说怪不怪啊 这么听着 像辽斋的故事啊 据说是啊 为了验证真假 陈家还特意派人 去了吕家庄 结果 和果果说得一点都没差 你说这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连城门都没出过 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那后来呢 后来 陈家请了不少和尚和道士 上门驱鬼作法 不过啊 都没什么用 我见过那孩子 神情上 确实不像是一个十几岁 可不骂 好几次翻墙逃跑 都会经过我家院子 我看到之后啊 把我吓一跳 那那个吕松 到底怎么回事 你了解吗 不清楚 这都是老一辈子的事了 看来我还是得进去一趟 头儿 阎王好见 小鬼难缠 要给点好处才行 行 我试试吧 我先去忙啊头儿 好点 你 你敢死闯明侠 小生谁不认识我 我去当那哭你老爷的首长 你敢当我 爷 小人永远不知泰山 你 里边请 里边请 来 来 叔啊 你也知道 孔雪莉是个高人 他闹过革命又流过羊 见多识广 不妨 让他来看看孩子的病 行呢 依我说呀 现在这些医生 小爷 有规客到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龙局长 说我什么呢 姐姐 说你好呢 坐坐坐 高人哪 说你昨天晚上成仙了 低调 低调 别夸我了啊 高人 我有一事相求 能不能帮帮我 说吧 你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现在弄成这样 你这让我怎么办你说 儿子现在在哪儿呢 让我关到他自个儿的房间里了 事不宜迟 带我去看看吧 事不宜迟 请请请 雪莉啊 靠我了 是的 是的 来来来 你先 你先 走 这回来 姑姑 姑姑 你看 姑姑 一直这样 你听 你看 别过来 果果 孔叔叔来看你来了 我不叫果果 你不是果果 那你是谁啊 我叫吕松 你是吕松 那你为什么要 附到陈果实身上 我也不知道 迷迷糊糊 看见了一片光就进了 也好 冤家路窄 陈志成你的报应来了 果果 别吓爸爸 陈志成你欠我一条命 以前没办法 现在我要你儿子来还 我 让我和他单独聊会儿 叔儿 让孔老弟和他单独聊吧 好 雪莉 拜托了啊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我说 我姑且当你是吕松 我凭什么跟你说 我又不认识你 不认识你 你就是陈天官的狗腿子 我才不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 我还不相信你呢 你说你是吕松你就是吕松啊 我看你是神经病 你才神经病呢 你不相信我 我当然不相信你了 好 那你回头去吕家庄打听打听 我死的时候三十二岁 家里面有个瞎眼老娘 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行 回头我去打听打听 你和陈志诚到底结下什么梁子了 一定要报仇 要不是陈志诚我也死不了 我就是他害死的 这就是你不对了 陈志诚害死你 你应该负到陈志诚身上去 你为什么负到他儿子身上呢 欺负小孩子算什么英雄好鬼啊 不算就不算 你要是不相信我 你今天就去吕家庄马棚 行 旁边松树底下挖挖看 行 我去挖挖看 回来再教育你 不是老道自夸 这走南闯北 行船走马 这大小怪事啊 我见得多了 这没有一千 也得我一万了 一万 我抓过的鬼呢 恐怕比你们见过的人都多 鬼公子的事啊 对我来说 那就是手道擒来 厉害 厉害 雪莉 来来来 走走走 来来来 快请 请坐 给你引念引念啊 这个你们俩也算是同行 都是高人 高人 高先生好 姓李 时间也不走啊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小公子吧 行 行 行 来来来 请请 高先生 请 请 请请 滴灵灵 鸡风宗世毛山陵 扫出鬼血腕摇陵 天请请 滴灵灵 鸡风坛上老君灵 取莫斩鸟不灵 请积极如律令 你怕不怕 不怕 你怎么可能不怕呢 这个字念什么 怕 你看 你对怕 既然你怕了 你就赶紧离开小公子 走得越远越好 不 这个字念怕 但是我不怕 呸你绕来绕去的 疯不疤 我这是先礼后兵 这个字我喜欢 有钱能使鬼退磨 这样就对了 看见了 雪莉 这个大事 要你离开 我乾坤 你要多少人宝 我都收给你 我一个鬼 我也要什么钱 你要是再不出招 我就回去睡觉了 请了那么多和尚道士 输你最不蛋 你个小鬼头 你敢看不清我 我很生气 看来你非要逼着我 使啥招了 你不怕 既然你不怕 也不要钱 我求求你 赶紧走吧 竟然是求我 得来点诚意啊 我的小丑丑 我求求你吧 你怎么还动脚 我求见你 你真是 走吧 这个丢人丢的 干人 我后面还有杀手锏 把手锏 你不正让我试试啊 走走走走走 你再让我试试 你再让我试试啊 别揣 你这儿干什么 这李天刚做法 还真是别拘一格 这种当孙子的拘鬼方式 我也是第一次见 你说这小孩子 是怎么回事啊 你知道我从来不信鬼神的 不过那孩子说的话 倒是挺有意思 你是说 吕松 没错 具体位置我都打听好了 吕松家就在县城中心 十字路往南 到那儿还可以再问问 你这儿 出现在我梦里的就是你 对不对 你没用谜药让我陷入迷幻当中 你进来跟我说话 让我误以为这是一场梦 让我成为你的傀儡 你说除掉孔雪莉我相信了 你现在装作不认识我 那些话都是师兄让我说的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是师兄把我从人贩子手里救出来的 他帮了我很多 人人都说你是我丈夫 我怎么不记得 我带你走 回到家里你就能想起来 你自重 就算我们曾经是夫妻 现在也不是了 我早就下定决心 以后要忘记一切情缘的事情 专心修炼 算我对不起你了 你把我忘了吧 相面看相 抽签算卦 相面看相了 先生 您算一卦 昨天看到大师驱鬼 觉得耳目已信 大师从哪里来啊 被你看到了 我倒没注意你 不过那只鬼啊 他太不识相了 没趣 真没趣 还听得来 这一天哪儿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敢 请问 我叫孔雪丽 是本地的警察局局长 局长 师兄 师兄 这 规矩我懂 你看我还没开张呢 容我两天 认识袁淳风吗 袁淳风 他是我师侄 我们俩关系好着呢 不过他的徒子徒孙啊 可多了 回头 要不我召集一下 收紧您 那我可等着你了 那人家录五个字 你不都输了吗 小刚 头儿 连生酒楼门口 来了个算命的 叫李天刚 帮我盯着点他 李天刚 什么情况 有可能是袁淳风的人 明白 别摸鱼了 巡逻去 走走走 老弟 别了 合一 冷 同 不能 富裕 schauen 老人家 问一下 这是吕松家吗 对 是是 怎么他家都没人啊 人都死绝了 哪还有人哪 死绝了 对呀 说起来这个吕松吧 下了大狱 死了 他那个瞎眼老娘啊 没人照顾 不就也死了 那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啊 过来 还不是得罪了那个陈志成 走走走 没法说这事 糟了 老人家 这厨子借我用了 干啥啊 挖点东西 上哪挖啊 就吕松家 就这儿 他家能有啥宝啊 活的时候就穷得丁堂乱想 有宝就在这儿 好好好 那你挖 这儿把他放回完 致上 所以就غ the horn 去吧 是吗 拿起书 这可是好东西啊 致松怎么被抓进去的 说说呗 你是干啥的呀 我是警察 那你们警察局 不都有记录吗 我只是个过路的 我可不敢乱说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你还怕啥 脑袋掉了 不过晚大个罢 长官 是不是见真有份哪 有份 有份 放冻在就好了 我就能看懂活人 看不懂死的 还有你不行的时候呀 要不你来 你本事比我大 去你哪 总胡说 成果是一个小孩子 怎么会知道 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呢 而且还知道得这么清楚 是啊 想一想就觉得可怕呢 还有我犯了吕松的卷宗 发现他是因偷盗被捕 被判了死刑 你猜他偷的是谁家 陈志诚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他 这吕松啊 就是陈志诚家的长公 那陈志诚还说不认识吕松 这明显就是在撒谎 这背后肯定有我们 不知道的原因 否则为什么只有他 陈志诚的儿子出了问题啊 小铃铛经常和小孩子一起玩 要不我们去问问他呗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走 果果是个好孩子 但他爸是坏蛋 他好心肠 所以就经常从家里偷钱 给我们买吃的 那果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跟普通孩子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果果喜欢听戏 有时候还自己唱呢 对了 他爸对他妈很不好 经常打他妈 而且还打得特别狠 我没有看到他妈妈呀 他妈前段时间病死了 他被鬼上身的事情 你知道了吗 我 我问了爷爷 爷爷说他知道吕松 快给我们说说 我爷爷说 吕松是陈志诚家的长公 不过这小子不老实 好吃懒做 假把式 那陈志诚 怎么会请这样的长公呢 可能是因为 因为陈家欠吕家勤奋吧 看来有故事啊 这就说来话长了 爷爷说 吕家一直是陈家的长公 有三四辈了 到了陈志诚的父亲陈老原外 和吕松的父亲吕如东这一辈 关系就更好了 有一次啊 两人一起去犯货 结果 就遇上了土匪 站住 哥儿几个还请高抬贵手 放我们一马 改日兄弟备礼到山寨 再次泄过 咱们也没山头 也甭讲那些废话 把东西留下 放你一条活路 哥儿几个是放单的呀 实话说了吧 我们这儿啊 没有奸银 都是土特茶 大哥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 要我说啊 这俩货一人一刀砍了算了 对 我觉得大哥说得没错 就应该先礼后兵 那就是没得谈了呗 没得谈 既然如此 动手吧 成全他呗 大哥 起来 我小时候跟过少林高僧 练过了铁头功 你们信吗 来 别 阿渡 你 你怎么样 老爷 我没事 我练过屋 退后 我说大哥 这小子八成是疯了吧 我说你小子不要命了 不 我们没疯 你们男人打架 都爱脱衣服 吼两手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里面是有说头的 男人打架必须先生夺人 先吼一嗓子 吓破敌人的胆 关键 是给自己装着胆 我爷爷说 后来这些土匪都给抓住了 结果都是新手 有一个杀鸡都哆嗦 谁知道第一次 就遇上了吕如东这个人 那这吕如东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吕如东呢 学过几年医术 后来还练了几年舞 有几把刷子 要不是遇上了陈老员外 倒不说打得赢 但是脱身应该是没问题 那后来呢 后来怎么样 打起来了没有 有没有人被打死啊 这吕松这么不成器 陈志诚也没能把他撵出去 看来这吕如东 对陈老员外有大恩哪 还是孔大哥聪明 这些呀都是我爷爷 听陈老员外亲口说的 一点都不夸张 你小子终于忍不住要反抗了啊 我只是想展现一下 我真正的实力 我跟着少林高僧 连过金钟罩铁布山 你信吗 信不信 你这是什么 人家都是刀 刀 刀枪不入 你懂什么 哪有什么刀枪不入 渣了 迷死 就是铁布山 你们砍我一刀 我没事 我扎你们一刀 你们有事 你信吗 你信吗 快过来 过来 你信吗 快快快 你信吗 信 信 你信 你信 信 信 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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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 阿童 你怎么样 你信吗 老爷 我信 我信 阿童 你真行 你真厉害 吕如东当天晚上就死了 遗言说要陈老园外照顾好自己唯一的儿子 后来陈老园外也告诉自己的儿子 要陈家照顾吕家一辈子 这么看来 陈家也算说到做到了 怪不得这吕松有恃无恐的 他那袋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宝贝啊 我爷爷说陈家祖上就富 但富而不贵 有一次陈老园外遇到一个喇嘛 给了他一个密碟 可以改变命运 生出一个大富大贵的人来 那个时候 陈志诚的小老婆怀孕了 就是为了生这个孩子 可陈志诚 只有果果一个孩子啊 我爷爷说果果上面还有个哥哥 但是不明不白地就死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具体的我爷爷也不清楚 好像说那个孩子生出来 是投胎长子 但是很奇怪 没有办满月酒 也没有请客吃饭 没过多久孩子就死了 陈老园外说是腰折了 过了段时间 听说吕松也偷了东西 下了大狱也死了 照你爷爷这么说 这吕松家很穷 这晶莹剔透的玉佩 不可能出现在他家了 他本来就第二郎的 没准这就是他偷的呢 你不觉得奇怪吗 祥城是个乡下小地方 大户不过陈家那么几家 除了他们 还有谁能欣赏得了玉琪 吕松是一个长工 就算他偷 也是偷一些金银珠宝 他偷块玉佩干什么 你再看上面的雕工 根本就不是中原的调法 会不会和陈老园外 求富贵的事情有关 按说陈老园外 已经答应了 吕入东的要求 普通偷盗 应该不至于 治他死罪吧 这肯定不是什么 普通的偷盗 我觉得这块玉佩 会是关键 得拿去让果果看看 怎么看啊 难道陈家 还让你进去啊 这难不住我 我翻墙就可以进去了 堂堂的警察局大局长 还要做梁上君子啊 第一 我是翻墙 不是上房 第二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自己是君子了 我家长大局长 当真做半天 我自己是库家 你自己是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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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库家 狗家 我自己是库家 我自己是库家 i know you 孩子 天好啊 继续 继续啊 老公 你没事吧 我睡了 没事 你干吗 我去挖了 挖到了 挖到什么了 你的尸体 还有呢 一块玉 果然没骗我 谁啊 绿 我的意思呢 是我没 没骗你 行 姑且相信你就是吕松 那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死的 我索性都告诉你 老爷 老爷 快说 快说 大喜啊 生了个少爷 儿子 儿子 来来来 给爹抱抱抱抱 恭喜老爷 去领 领 领赏吧 好 谢谢老爷 宝贝儿 好儿子 好儿子 老爷 辛苦了 这孩子长得像我 不是 像夫人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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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儿 别哭 别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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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人有双童 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的记载 项羽就有冲童子 还有那个传说中的词人 李玉也是 这个有没有我不知道 反正陈志诚觉得这个孩子 是个妖怪 就是手丢了下去 那后来呢 孩子名大 一下没摔死 不过陈志诚再也没有见这个孩子 本来预备的满月酒也不做了 陈志诚家里人知道的不多 一时间人心惶惶 那这孩子和你的死有什么关系 马上就有关系了 李宋 这么多年 我对你怎么样啊 挺好 挺好 咱们老伴有交情 我爹临死的时候跟我说 要我好好地照顾 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呢 别人跟我说 说你好吃懒做 我说这家大业大的 不差你一个 你再吃你能吃多少啊 是 还是老爷您大量 没什么 李宋啊 平时都说你胆大 我有件事让你做 敢不敢做啊 爷 您 您想让我干啥呀 我找算命的看了一下 说这孩子天生怪想 理由不得 你给我找个地方 把它处理了 不是 爷 您可想清楚了 这毕竟是您的骨肉 那也是一条命啊 这不用你管 你就说你做还是不做 老爷 我平时是挺混蛋的 可是 这事我真干不了 我当时就觉得吧 陈志诚这个人很不地道 你说毕竟是孩子还是亲生的 你说这事我怎么能干呢 看来你还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 那是 平时算不上正人君子 但是我信佛呀 我是不杀生的 佛祖可怜我 才让我回来报仇的 后来呢 妈 这事你必须得做 没得商量 不是 老爷 您就别为难我了 我 我 大不了 我不在这干了 李松 实话告诉你 这孩子必须得死在你手上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糊涂 还需要我提醒你吗 爷 您这话到底是几个意思 还装傻的 您的骨肉您的孩子 这毕竟是一条生命 让他活着吧 你当然想他活 你盼着他长大 这些年我对你可算是不错了啊 但我万万没想到 你背着我居然跟朝云生下了这个孩子 我能让你们的孽虫活下来吗 是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也知道您的好事 这么多年您偷偷卖的鸦片 可赚了不少黑心钱 李松 别嘴硬 这县里的关系 我早都打通了 那 那我就去倒台 去省里 你连这个院你都走不出去 不信你试试 对 老爷 我我请求您了 您 您就留这孩子一条命吧 你在做梦 不可能的 这么说吧 我能做的 已经人之一净 必须断子绝孙 所以 你还是干了 不干都得死 那后来呢 娘 我回来了 是松儿回来了吗 怎么 哪儿来的孩子啊 这个 是老爷不要的 非要让我给他处置了 怎么处置 你 娘 我 我也犯愁呢 您说 给他扔弧里 要么直接扔山上得了 你爹当年是怎么教你的 丧良心的事能做吗 真是条人命啊 我就是为了我娘 把这个孩子养上了 那陈志诚那边你怎么交代的 我杀了家里那这老母鸡 把贤母在孩子包袱上 拿回去交差了 那后来是怎么发现的 那后来是怎么发现的 时间过了两个多月 我们都松懈了 后来我娘 就抱着孩子 在门口晒太阳 结果叫人给看见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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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松 学会跟我玩猫腻了是不是 老爷 您您说的什么呀 我不明白 不明白 那孩子怎么回事 我看你是没安好心 想让我陈家家境败落是不是 不是 那怎么可能呢老爷 陈家要是完了 我还到哪儿去混吃喝啊 你还知道混吃喝 这么多年你吃我喝我的 这点事你都办不明白 我告诉你 李松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必须断此绝尊 是 后来陈志诚把我娘交去陈家 一连住了三天都没有回来 这是警告我呢 如果我再不行动 我娘就别想出来了 所以你就行动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是没下得了手 找了个过路人 把孩子送出去了 这也算是给陈志诚交差了呀 对啊 所以说陈志诚这个人 根本没有底线 简直不配做人 他根本不相信我把孩子给做掉了 他还怕我把今天事件给说出去 所以就诬陷我 你看过《守护传》吗 我看过 武松被张团脸无险偷盗 我也一样 那天家里人喊什么有贼 我这不就出去了吗 谁能想到我一出去 结果我就变成了贼 有嘴说不清啊 嗯 后来我娘没人照顾也饿死了 你说我受了这么大的冤屈 我要再不报仇 我还能算个人吗 你现在也不是人啊 就算做鬼也不能放过他 嗯 我们的道统 最终还是要入室救人 所有的手段 最后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我马上要下山 帮助大都督完成续命法事 法事很重要 需要全国在同一时间同时进行 大家回去之后好好准备 一个月之后 天狗时日光滑脸藏 就是我们行动的时候 是 你来了也有些日子了 一直在休养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我想再请你帮我一个忙 给孔雪莉送一份礼 事到如今还让我去见孔雪莉 这不太好吧 放心 我不会让你冒险的 毕竟你是我欣赏的人 这样吧 你收拾一下跟我回祥城 还要回祥城 这太危险了 区区一个孔雪莉 有什么危险的 大公子的人马已经就位了 再过不久 我们就可以把孔雪莉处理掉 请不要叛加 欢迎订阅 吃的 小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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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大蛇 小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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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嗚ris 昇華即即咋咋 嘻嘻嘻嘻哈哈 天下 反而虛假 嗚嗚嗚嗚嗚 以為人做歌的矮 哼嗚嗚嗚嗚嗚嗚 稱為落膠笑話 ��不不不嗎 湯或幾奇咋咋 嘻嘻嘻哈哈啊 天下一般的虛假 異用爛搓的rą 成為羅湯小花